人类精子是什么组成的? 使用Google搜索,显示一下内容,请这几月度信息。 你对这种材料成分分析,忙意吗?你能猜出这些信息有多危险吗?由于人类精子这种物质成分定义,一些西医医生建议小男孩可以随心所意的进行手营。 因为失去的精子可以由几杯含有蛋白质和卫生素的牛奶来补充的。 这是一个致命的建议。当年轻男孩沉迷于多次的手营时,精子的流逝导致他的眼睛色力模糊,身体虚弱,无法集中精力学习。 他像老人一样快速老化。 古人为什么用精子名称? 精是精华,最高至上。 精子是来自适当饮食,良好的生活方式,营养平衡的脏腑功能进行复杂的过程产生精子。 精子不是几杯牛奶可以代替的。 精子主要功能是确保人类继续防殖,几杯牛奶是不能确保人类继续防殖。 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,如果我们只关注材料成分理论,会有多么危险。 西方营养学的理论的基础是材料成分,那是非常限制的理论。 以上是视频课程的一小段,有兴趣参加课程的可以在我的补课点出link。 祝大家身心愉快。